人的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跌跌撞撞 当一个人生活在困境、挑战、甚至是低谷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透过李浩的故事 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启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星 欢迎来到喜乐人生这个频道 这里主要分享我个人的生活感受 以及我是如何从繁琐的生活过渡到简约的生活 最终的目的是迈向精致生活 无论是从健康饮食、日常活动还是心灵成长 我在这里邀请你与我一起探索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方式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喜乐人生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天空笼罩着厚厚的灰雪 让整个世界显得无比的沉重 李浩一个曾经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轻人 此刻他正坐在他狭小的公寓里面 迎望着窗外那片暗淡的天空 窗外的冷风呼啸 似乎与他的内心含义相呼应 咔感到无比的孤单 仿佛整个世界都遗弃了他 李浩原本是一个充满干劲的人 他在一家大企业工作 职位稳定 前途看似光明 然而命运却好像在不经意的给他一个沉重的一击 公司的重组让他成为了裁员的对象 他失去了那份引以为傲的工作 同时 与女朋友的情感也因为长期的压力而逐行逐远 最终分手的结局让他更加的心血 这一切的变化 让李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甚至连每天起床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每一天李浩都在自责和无助之中度过 他不断的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反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失业的阴影和情感的破裂让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他不再相信自己 甚至他怀疑自己的价值 他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 因为他觉得他们会对他感到失望 他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 渴望有人理解他的痛苦 但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脆弱 在这段时间里 李浩经历了无数次的彻夜难眠的夜晚 他的内心像一片荒凉的沙漠 空无一物 他不再愿意与人交流 甚至开始远离曾经热爱的事物 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疲惫的痕迹 镜子中的他憔悴不堪 眼中也充满了迷茫和绝望 有一天李浩在翻看书架的时候 他无意中找到了一本他年轻时写的日记 那本日记记载着他刚进入社会时候的理想 与报复 他曾经写下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勇敢面对 因为我知道 只有经过黑暗 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明 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 划破了他心中的明目 李浩突然意识到 过去他是多么的坚强 而如今的他却选择了逃避 那一刻李浩决定不再让自己沉沦 他明白生活的低谷只是暂时的 真正的失败是放弃希望 他开始尝试改变 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他开始每天早上早起 强逼自己出门走走 感受一下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 他重新拾起了健身的习惯 用运动来释放压力 重拾内心的平静 他还开始与曾经的朋友联系 慢慢打开心扉 接受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在朋友的帮助下 李浩开始尝试新的工作机会 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方向 虽然过程并不容易 但他坚持不懈 并最终在一家公司找到了新的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不是他梦想中的职位 但却让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和自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浩慢慢走出了低谷 他明白了人生的低潮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阶段 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和走出这段黑暗的时期 他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并懂得了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希望 在这段经历中 李浩也总结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希望能帮助那些同样在低谷中挣扎的人 首先不要孤立自己 无论多么困难都要与他人保持联系 家人和朋友是最好的支持系统 他们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力量 然后接受情绪的波动 感到沮丧迷茫是正常的 重要的是不要让这些负面的情绪控制你 试着找到一些能让你放松或者释放压力的活动 比如运动 阅读或写作 设立一些小目标 不要期待立刻改变一切 从小事做起 逐步实现目标 这样会让你感到更有掌控权 也能逐步的重建自信 如果感到自己无法走出困境的时候 不要犹豫寻求专业的帮助 专业的辅导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应对自己的情绪 相信时间的力量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无论现在你有多么的痛苦 时间都会慢慢抚平一切 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 尼浩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低谷并不可怕 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我们寻找自我重新出发的契机 只要不放弃希望 望明总会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我鼓励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和建议 提出问题和反馈 你的故事和见解可以帮助更加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 也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 获得更多的更新 下期我们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 敬请期待 下次见